朱元璋为何先打陈友谅,后灭张士成呢? 朱元璋在统一中国,建立明朝之前,对其造成威胁的就是蒙古残余势力。 陈友谅和张士成,而当时的蒙古残余,在全国汉族同胞的仇恨当中,不断被消灭,基本上已经不成气候了。 所以这朱元璋最大的威胁,就是陈友谅与张士成,而陈友谅号称拥有八十万大军。 实力是最强悍的,朱元璋和张志成的实力是相当的,而且双方还是邻居。 从我们一般人的思维出发,朱元璋肯定会先和张士成干一仗,灭掉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张士成, 然后保存实力,再去找实力是自己数倍的陈友谅,一决雌雄。 可是朱元璋在刘伯温的建议之下,却选择了想法。